一般在这里的农业生态会登记生态研究研究 下到这里为专家和合家进行专题发表和讨论 来看学科的合作来面对生态挑战 并向上分享之外 这处出镇技术重新和提供 让农业生态的发展更进步 虽然这个菱角水质这个很有名 但是他们却为了要保护这些水质 而牺牲了农民的收益 但是因为瑞章的协助 它可以让透过土壤的维生物项的改善 然后还有一些营养元素的调整 所以它可以让农民的收益是翻倍的 这个都是我们厂市所可以予以协助的 专业去变化、土壤减化和水质案控制定问题 对农业生态极大影响 所以必须要登记农业生态研究的资质 来自一顶次更可怕 而且有效的浓液进去 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们以往站在生产的面上面 看不到的事情 经过这个计划 我们观察到其实所有整个生态性 它是环环相扣的 所以我们要透过这个计划 那也透过这个研讨会 来把我们的研究观察分享出来 不只让农民知道 也要让消费者知道 因为我们把农业跟生态去结合的时候 势必农民的收入会一开始会受到影响 那我们也希望消费者能够了解这一块 一起来支持这个好的计划 浓液和资源环境有好象以来的阶线 所以在浓液活动当中 有很多非好生态系统公民的机会 及改革讨案 因此借由各领域的参务 基盘让浓液能够影响发展 那这次我们第一天 在影响新话区彩虹报道 在影响中